大蘋果對不對 對 那第二個我們也不能講說 亞當的蘋果 愛的蘋果 有沒有 然後惡魔的蘋果 我們也不能這樣講 都有另外一個意思 都有另外一個意思 都認得 但是不會翻譯 是 慘了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 順序寫下來 順序寫下來 阿勇嘛是第一個亮出來的 來 阿勇 阿勇不錯耶 阿勇第一個是 哇 紐約 好像有一個標的物是 就是紐約代表 好像就是大蘋果 對 好厲害耶 然後第二個的話 亞當的話應該就是 那個禁果吧 亞當不是吃了蘋果 然後就 Oh my god 亞當是講 所以應該是禁果啦 我覺得 然後三四的話 不知道耶 我覺得四的話 那個應該可能 跟死亡筆記本有關係吧 死亡筆記本 對 喔 日本的死亡筆記本 我覺得寶咖咖寫的 比較有道理一點喔 對啊 第一個就紐約嘛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Airdance Apple 就感覺就是 玩具啊 Airdance 感覺就是 小朋友會 的名字 然後第三個什麼 Love Apple 就是很可愛的 比較可愛的 長比較可愛的 對 Lovely的那種感覺 然後 什麼就是 Devil's Apple 對對對 然後就感覺好像就是 白雪公主那個 長蟲 對 長蟲的 那應該是毒的啊 有毒的 這都答對耶 喔 那文文寫的不一樣喔 第四個他寫是航海王 因為那個 我其實前面這三個我知道 但是問題是第四個 是那個 Devil's Apple 聽起來有點像那個 航海王的惡魔過世 你看他都是寫亞當的那個 很多人是蘿莉塔 你看蘿莉塔第二個寫 是什麼 猴傑 猴傑 喂 猴傑的猴 我寫錯 猴傑的猴沒有一數 對 OK的 好 他是寫猴傑 猴傑 徐瑞老師幫我們解答一下 解答 我覺得 大家都很了不起 因為第一個Big Apple 都猜到了 就是 紐約 紐約 對 紐約有一個地標是蘋果 你有沒有聽到嗎 應該是沒有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問過很多那一聲音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紐約綽號叫做 Big Apple 不曉得 是蘋果電腦在那邊嗎 不是 我覺得 應該不是 前面這個蘋果電腦 他就有這個尼克林了 就這名字了 Big Apple 那 這次 我把它撕掉 那第二個 Adam's Apple呢 大家都猴傑 對 猴傑 還有猜禁果 不是這個嗎 滿像禁果的 是猴傑 對 不是禁果 因為那個 亞當受了這個夏娃的誘惑之後呢 說好吧 就吃蘋果 一吃呢 一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上帝很生氣 猴醫生 他一緊張卡在這 卡住了 是聖經的故事 所以我們這個是蘋果就對了 對 那一顆就是 所以這其實是猴傑沒錯 男生的猴傑 那第三個蘋果呢 是來自法文的說法 在法文裡面認為說 吃番茄會助性 喔 所以後來他們就 對 叫做愛情的 愛情果 蘋果 番茄 對 番茄會助性 因為其實喔 在台灣大家說 蘋果就是指蘋果 可是在英文的蘋果 不是只有蘋果的意思 它其實就是果實 什麼植物產生的果實 很多都是蘋果 蘋果 蘋果 最後一個最吊詭了喔 沒有看到一個人猜得 蘋果 這太難了 對 其實這蠻難的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 一種文字遊戲 在文章裡面有時候會提到 這是什麼呢 如果了解英文字的副手 猜一猜就很好吃 這個是Octogenarian 看起來很長嘛 那如果你曉得 後面A-R-I-A-N是人 然後你猜到前面 O-C-G-O是 蘋果 上來猜到 大學生了沒 這是什麼呢 這是馬鈴薯 馬鈴薯叫做 Denis Apple Denis Apple 真的嗎 它現在來自俄國 俄國當時第一次接觸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以為吃馬鈴薯會有毒 然後呢 就把它說成是 惡魔的 果實 喔 這都是有典故的 有典故 對 所以這是文化題嘛 對...文化題 這也是學英文的一種方法之一 欸 你知道我們就學到了一些這個 原來會的字 但是合在一起卻有其他的意義 對啊 蠻有意思的 很好玩 嗯 我們把它先說齁 題目是 What is the national fl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的國花是什麼 國花 就剛剛Johnny在... 他就問我說 學位老師 老師好像有一點問題囉 對 真的嗎 為什麼 美國的國花不是應該是Rose嗎 對不對 對 玫瑰花 喔 是嗎 是嗎 美國的國花是Rose 對 對不對 所以給小朋友暗示 這一題是Brain Twister 腦筋急轉彎 所以腦袋要轉一轉 對...腦袋要轉一轉 這裡沒有Rose 沒有Rose 沒有 因為... 因為這是腦筋急轉彎 好 所以一二三 三種花是哪一種花 好 有一有二也有三 大圓為什麼是Lotus 感覺Lotus跟Rose很像啊 對 就是念不標準跟Rotus Rotus跟Rose 感覺一樣 寶咖咖寫得更妙啦 就是他念起來很像 Lotus Lotus 美國不是很流行那個嗎 Lotus 對啊 對不對 有意思喔 有一點道理喔 還有阿勇啊 因為後兩個我看得懂 第一個最常看不懂 我就寫他 最常看不懂是最有可能性 單字最常 對啊 不是有那個什麼三去法嗎 三去法 很會猜題喔 Jerry為什麼說R 因為 第二個是 好像是Carnation 感覺是Car 就是什麼車子很多 美國不是有三大車 三大汽車公司都倒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猜一猜二 這個我們解答好了 所以解答是 老師 第一個是菊花 那第三個Lotus是 蓮花 然後第二個呢 Carnation 就是剛剛誰 Jerry Jerry 對 猜對了 因為 可是我要問一下 Carnation是什麼花 Carnation 什麼 康奈希 康奈希 對 它是康奈希 因為美國是汽車大國 所以呢 它就是Carnation 喔 Carnation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嘛 對不對 那第一個怎麼念 第一個到底什麼 這是菊花 Ca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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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 沒有一樣 其實大學生就是 你今天回家 你就把 Brain Twister 這個英文字打上去 DOT COM 就會出現一大堆 英文的腦筋急轉彎 它Level從最簡單到最難 你可以一關一關去過 它也是一種 學英文的方式很好玩 不過經過剛剛的測驗之後呢 想問一下我們同學啦 你們覺得說你們自己在學習英文 碰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Thomas寫了 說是文法 因為文法比較難啊 就是 你如果背單字的話 你還有東西可以看 那文法的話 你沒有老師教 沒有指導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錯的 就沒有辦法練習 所以覺得那個 動詞的變化很煩 對 所以一定要有老師在 才有辦法學 然後單字永遠不夠多 對 我覺得就是像我們雖然覺得 好像自己背很多單字 可是當一篇文章拿來的時候 我還是有很多單字看不懂 然後越看就會越生氣 因為覺得我已經背很多 可是當一個東西 新的東西來 我還是有很多不懂 就會覺得好像怎麼背都背不完 對啊 那沒辦法 你英文報紙攤開也是 每天都是新的單字啊 對 這個倒還好 因為就是 其實我們翻中文報紙 有很多專有名詞 可能我們也不太了解 可是我們就不會被它影響到 我覺得英文也是要用這種方法 不要被它影響到而受到挫折 就是看不懂先跳過嘛 有一天再把它找回來 對不對 還有改天 阿達你就跟我講的一樣 改天再找 改天就是 我覺得最難的不是方法 而是你的恆心 就你如果要自己學英文的話 你要每天逼自己去練習英文 我覺得最難 因為像我們如果要自己學英文的話 每天回到家 明天再念好了 明天再念 就是很容易就怠惰 然後就一段時間就 又不想學了 嗯 恆心不夠 那阿怪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高中會常常學這些 然後或是什麼 山泰的東西 很容易搞混 因為我們中文裡面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就是這種 可能你會花很多時間去專演 因為考試都會特別考 可是可能考完試你又會忘記 對 其實我跟你講中文很奇怪 中文也有文法 中文就一個樂 就搞定一些 有樂就是過去式 只要有樂就是過去式 只要有樂就是過去式 吃飽了 吃飽了嗎 吃飽了 來就過去式 過去式飽了 好